灰太郎啊 啊小胖子 你变好啊 兄弟们 现在我就是百变的绿头了 今天我们要变的就是 你好啊 亲爱的小羊 没错 就是我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进车胞胎的灰太郎 但是他的生涯中 从无圣迹 所以我们今天收到的任务就是 在蛋仔岛上 抓小羊 让灰太郎开一次婚 这前面就是小羊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过去抓他 嘿嘿 小羊 汗流夹背了吧 老师告诉你吧 昨天没洗澡 不知道 吃手的味道不好 你先点一下 管你三七二十一呢 先继续给我泡着吧 好那么好 我们再去抓下一只 不我知道 一只懒羊不够下 说什么来什么 这里又有一只小羊羊了 我们先把他送进去 这灰太郎喜欢吃懒羊羊 你这个小孩不准多事啊 不该说的不要说 还好我不是呀 不是羊 那我们今天就吃小孩 给我进去泡着吧你 现在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吗 还敢不敢叫了 你连蛋仔都敢吃了 我可从来不挑食啊 而且我已经饿了两天没吃东西了 所以现在抓到什么 吃什么 过来 这小羊 你太不把我灰太郎放在眼里了吧 你给我站住 今天我要把你的皮疤了 炖成羊肉汤吃 给我进去吧你 蘑菇 好好好 这还送来了个蘑菇 不错不错 别吃我 我是臭的 没关系 多煮煮就不臭了 有毒吗 原来是在担心这蘑菇有毒吗 问题不大 有毒我们照样吃 你们就好好在这里给我待着 等我再去抓两只回来 回来浅浅加工一下吧 哇靠 这里面怎么一会儿不看 毕竟蟑螂了 这不行 不要不要 你给我出去吧你 去你呀 这小羊羊的 一天天乱跑 又回锅里好好待着去 我到饭后甜点 好好好 这火龙锅还算挺实相 那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吧 忙碌了两个小时 陈师傅开始 向美团 非常好 我们现在的锅里有 小羊 蘑菇 青蛙 还有饺子 怎么说呢 家人们 这不就狼声巅峰了吗 等我浅浅加工一下 我们今天的美食 就要大功告成了 想吃的家人们 在评论区扣一啊 OK啊家人们 青蛙已经熟了 就差其他的了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采用 最土树的 今天的百变绿头 非常的成功啊 家人们 我们也是成功地完成了灰太狼 开婚的梦想 虽然只吃了一只青蛙 因为那小羊实在太臭了 吃不了一点 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